因其简单,所以专注,所以强大。 影子不需要叙事,因为这一件,它已经等待了二十几年,它已经叙了二十几年。 太快了,当轻轻树叶飘起来时,才愕然地发现,自己都落在了那名黑衣人的身后,快到城主府内的空气,在这柄古剑割裂自己的身体之后,还来不及变形,发出呼啸的风声。 因为快,四周的环境来不及做任何变化,庭院内依然是那般安静。 唯一变了的,只有影子所处的位置,它踩过玉阶的脚尖,它身上的光芒,光芒前端,那柄光芒最盛的剑。 此时,剑间距离四顾剑的胸膛,只有一尺距离。 风雷一剑。 范贤在这样短的时间内,只来得及让眼瞳缩小了一丝。 他认识影子手中的这把剑,当年玄空庙上刺杀皇帝陛下时,影子手中就拿着这把剑。 范贤甚至对影子的这封雷一剑都感到熟悉,因为在玄空庙外,高楼之下,趁着漫山漫野的金黄菊花,影子曾经穿着一身白衣,从太阳里跳了出来,直刺皇帝面门。 那日的影子身着白衣,宛若天上折仙,大放光彩,素色古剑在手,飘然而至。 今日的影子身着黑衣,依然是那把素色古剑,身上的光彩依然大肆绽放着,但却带着古来自地底最深处的幽冥寒义,就像是个被囚禁了上万年的怨魂,要将所有的愿意都凭借这一把剑释放出来。 范贤的手,依然扶着小皇帝的腰,她的眼瞳微缩,身体却来不及做出什么动作,她的心头一片惊骇。 踏实接,月清夜而来的这一剑,是何等样的不可阻拦,是何等样的快速,快到连自己都根本做不出任何反应,甚至盈盈已经突破了时间的限制。 影子是天底下最厉害的刺客,是监察院前后两任主人最亲密的黑夜保护者,自逃离东夷城之后,便一直沉浸在黑暗之中,从来没有行走在太阳底下,即便上次在悬空庙刺驾,那看似光彩的一剑里,其实蕴藏的还是小意与谨慎,一击不忠,即刻撤走。 而今天的影子,与往常的影子完全不一样,她整个人似乎沉浸在黑暗与负面的情绪之中,这一剑却是刺得无比光明正大,数十年的修为,全数凝结在这一剑之中,根本没有给自己留任何后路,任何退路。 她只是想着前进,以无上的勇气与执念选择了前进,只求将这柄剑送入四顾剑的胸膛之中。 在这一刻,影子不再是一位刺客,她是一位剑者,一位复仇的剑者,一位值得尊敬和敬佩的剑者。 风雷一剑,比风更要轻柔,更要无踪无忌,更要快速,比雷更加耀眼,更加震撼。 这是影子所能施展出来的最强一剑,不论是范贤,海棠还是谁,此时坐在轮椅上,突然面迎这一剑,只怕都逃不过去。 因为这是二十年来,影子真正刺出的第一剑,是用时间的长河,怨恨的幽冥情绪,淬炼了无数糟的一剑。 甚至在剑尖破空的最后那刹那,竟是隐隐到了另一个层次,就像四顾剑先前教导范贤时那样,唯与心意相通,方能如此。 没有什么比人的心意更快,没有谁比影子此时的心意更加坚决,更加阴暗,更加光明。 阴暗在于仇恨与复杂的情绪,光明在于不顾一切的决心。 范贤浑身上下的肌肉紧绷,体内霸道真气快速运转,只带心念反应过来的第一时间,便要带着小皇帝逃离此地。 然而,在这样一剑的面前,他来不及做任何反应。 四顾剑能 虽然他已经游进灯窟,虽然他重伤缠绵三年之久,虽然他今日图进城主府,大号心神,可他依然是位大宗师,不能用常理判断的大宗师。 只是四顾剑的表情和任何时候都不一样,他的脸色苍白到了极点,双眼里明亮到了极点,又半边碎过的脸颊,在这一刻宛若丑陋而恐怖的天神一般,散发着凛然之微。 便是连大宗师也不会轻视这样的一剑。 但是大宗师行动不便,只剩下了一只手,他唯一能动的似乎只有这只手。 所以,四顾剑动手,抬起左臂,在自己胸前四寸之地,展开中十二指,然后并住。 他用两根手指夹,住了风雷一剑。 然后他的脸色更加苍白,双眼更加明亮,表情更加肃然,因为两根手指尖的那一剑,仍然在往前突进着。 啊…… 影子就像是四顾剑的影子,紧紧贴着轮椅,一声狂叫,如风似颠,如痴似狂,如气如素,如喜如怒,踏着二十年前逃亡的路,握着家族敬丧,父母同亡的苦,狠狠地扎了下去。 扑的一声,寒若秋水的鼓剑,摩擦着四顾剑关节凸起的指节,发出滋滋的声音。 带着一股令人心悸的焦糊味道,强横无比地突破了四顾剑的指剑,刺入了四顾剑的胸膛。 剑间进入大宗师的身躯只有两寸,便再也动不得了,因为四顾剑的眼睛已经亮到了极点,如同两颗星辰正在散放着光芒,打在了影子同样苍白的脸庞上。 而他的手指就像两座大山一般,将影子的风雷一剑,斜在了山石之间,再也无法寸进。 一瞬间的停顿,一脸苍白的范贤闷哼一声,抓着身旁小皇帝的腰身,就像一只大鸟般斜斜飞掠而起,从轮椅后方脱离,划破长空,往腹旁的青树下飘了过去。 如果他还留在轮椅之后,他或许只会受伤,但是小皇帝肯定会在四顾剑与影子的双重攻势之下,心脉近断而死。 飘向青树之下,范贤脸色苍白地在空中强行回头,然后看见了令自己惊心动魄,永世难以忘记的一幕。 四顾剑的脸色极为苍白,影子的脸也极为苍白,这一对兄弟二人,自当年东夷成雨夜之后,再也未曾相见,此时却紧紧地贴在一起,寒面相应,并不有趣,只是令人心寒,他们的身体贴得极净,只是中间隔着一把剑。 四顾剑胸膛之上,剑尖带出一棚鲜血,顽强地想往里面钻进去。 而这位大宗师,却像是根本没有感觉到什么,只是用那双明亮的有些恐怖的苍老双眸看着影子,左手的两根手指,稳定而可怕地斜着那支剑。 一指,心念,只是一眼,一瞬间,城主府的庭院内,空气却陡然间变了,就像是无油生出无数锋刃,割裂着空气,发出痴痴的声响,由四面八方而来,严顿着奇妙的,肉眼无法看见的轨迹,展向了中心地带。 展向了影子的身上,影子的身上依然穿着监察院特制的连衣,这种衣物,是三处研制了许多年后才得到的产品,可是在这些漫天渐气的侵袭下,依然只抵抗了片刻,便开始脆弱地破裂,绽开一道道小口子,衣物材料翻开,像婴儿口一样。 无数的口子,在一瞬间内,出现在影子的身上,开始向外渗血,而四顾剑真正的反击并不在体外,而是在影子的体内,那股强大的冷漠的嗜血的溅意,随着这一指,这一眼,毫不留情地顿入了影子的身躯之内,让他的五脏六腑,在这一刻同时震荡了起来,鲜血从他的体内渗出,顺着他的嘴唇,往外鼓鼓流着。 影子苍白的面容上,嘴唇里不停往外躺着血,是躺不适流,似乎永远没有止歇的那一刻。 而影子没有一丝害怕的情绪,他反而笑了起来,苍白的普通的脸庞上泛起一丝苦怪的笑意,笑声想撤城主府四周,笑声里斜着疯狂地哭意。 啊! 影子疯狂地利好着,就像是一只发狂的野兽,正在因为什么痛苦而哭泣。 他将全身的真气都送到了手中的剑上,根本不在意自己体肤上所遭受的痛苦,只在异剑间与四顾剑心脏的距离。 一股强大的气波在两个人之间爆开,震得轮椅四周的青叶碎成丝缕,化成无误。 轮椅终究不是人的双腿,随着影子的全面爆发,轮椅快速地向后倒退,速度越来越快,而四顾剑手只夹着的那柄剑,也正在以一种极为缓慢的速度向着他的体内探去。 四顾剑的脸越来越苍白,眼睛越来越亮,影子的脸也越来越苍白,唇里躺出的鲜血越来越快,地上躺出了一道血路。